前瞻預算補助兩億元 來興建新竹市的 關普國手地下停車場 這已經在二零二一年 就完工驗收了 結果公務局在去年是發現 基地傾斜上浮了將近九公分 雖然是有偵設抽水設備 沒有再上浮 但是到現在依然是無法使用的 類似情況也出現在桃園 陽門區公所記停車場 就因為低估了地下水位 在前年颱風來起的時候 就經不起強降雨 上浮最高達四十五公分 地面凹凸不平 高低落差明顯 從側邊看還有長長裂縫 這裡是新竹關普國小 體育館的預定地 不過基地卻出現倾斜 上浮將近九公分 關普國小地下兩層的停車場 占地廣大 中央前瞻計畫補助兩億元新建 在二零二一年完工驗收 至今還無法使用 由於當時上方體育館 沒有同步施工新建 導致停車場沉重不夠 遇到大雨來襲 又剛好抽水馬達關閉 水不斷滲入開挖土層 才會造成結構上浮 那確認整個減伏工法之後 我們會把整個減伏的改善作業 納入我們三期的一個工程 新竹市府表示 已經採取機閥回田和抽水改善措施 目前已經沒有再發生上浮 而前瞻計畫工程有類似狀況的 還有桃園 這處楊梅區公所新建大樓主體結構 去年九月竣工 預計十月二號啟用 但是廣場磁磚仍有部分不平整 二零一九年施工期間遇上颱風來襲 之後建物就上幅傾斜 最高上升四十五公分 市府查驗後發現是探鑽報告不詳實 低估地下水位又沒有及時補救 前瞻計畫補助是要改善地方建設 興建工程反而出了問題 如今市府除了要追加超過三千萬的 預算補救 對結構來灌漿增加賊重 每年人需要編列預算 持續檢測 記者 張巡 張君豪 蔡惠臨 王德馨 綜合報導